师徒如父子 这句话在德云社体现的淋漓尽致 师父就像父亲一样教导徒弟 而师娘就像母亲一样 为孩子们的衣食住行而操心 3月20日 师娘郑敏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一张照片 并配文称 健康生活第一天 图片中是师娘郑敏 带着尚小菊刘晓婷一起吃早餐 看到尚小菊和刘晓婷 无奈的笑容 就像是被师娘强行叫起来的一样 不知道是还没睡还是没睡醒 而且在前一天晚上 尚小菊还有演出 尚小菊在评论区表示 心情全都写在脸上了 当然很多网友都很好奇 这三人穿着三个季节的衣服 起这么早要去干嘛 在评论区网友们也找到了答案 刘晓婷表示吃的好饱 下一顿就是晚上了 师娘回复道 现在出发爬香山 还能赶上看日出 而刘晓婷却回复道 怕爬着爬着就睡着了 看到这一幕 很多网友猜测 师娘郑敏只是在调侃 而不是真正的带着徒弟们去爬山 尚小菊和刘晓婷估计是刚刚下班 师娘带着他们吃个早餐 然后再去睡觉 要不然二哥也不会说 下一顿在晚上了 不得不说 郑敏对徒弟是真的好 这么早起来监督徒弟吃饭 让徒弟吃完饭再去睡觉 有一个好身体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好奇 师傅月云鹏为什么没有出现 很多网友猜测 月云鹏可能没有起来 在家陪着孩子一起睡懒觉 毕竟在前一天 郑敏就曾晒出月云鹏 在跑步的照片 虽然评论区的画风跑篇 纷纷被月云鹏的红色内衣吸引 而且从照片中 看月云鹏的跑步姿势 还有点顺拐 估计是跑步跑累了 还没有起来 如今月云鹏夫妻和徒弟三人 一直都很受粉丝们的爱戴 也给大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特别是二哥刘晓婷 每次去师娘家都吃不到饺子 经常被粉丝们调侃 而且作为月云鹏的头号黑粉 郑敏也是经常的晒出 月云鹏的一些搞笑视频 虽然只是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日常 但非常的接地气 月云鹏能火到现在 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月云鹏的老婆郑敏 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郭德纲曾对月云鹏说过 一定要对媳妇好一点 因为是郑敏一巴掌 把膨胀的月云鹏抽醒了 在生活上 郑敏也称得上贤妻良母 在后方将月云鹏的家里 打理得井井有条 而有这么一个贤惠的媳妇 月云鹏怕是不火都难 我这个月云鹏的月云鹏 我只是在这里